8月11日,中国女孩结束了在北伦的封闭集训,回到北京训练基地,稍作修整加启程前往贾家达参加亚运会。 不少球迷出现在机场迎接苦训归来的姑娘们,女孩中间看起来状态不错,脸上洋溢着微笑,挨得满足了球迷的签名和赵请求,满眼的大长腿中,倒降腾春蕾的造型比较热眼,戴个大胯眼镜,扎两个小朝天便,有球迷开玩笑说像恶渣。 还有一个飞在边人员,引人注目,她就是一直陪在郎平身边的模范老公王玉成,这么大的年纪跟着郎指导而回好,真是不容易,求你胜在其位之心爱人,而在她身边的郎平开心得像个小姑娘。 在北轮封闭集训期间,老公王玉成应该是一直陪着郎平,8月1日,趁着训练的间隙,郎平率领队员上周山普陀山败博,求你在队伍中发现了王玉成教授的身影。 在和影视和郎平指导紧挨着,今天又跟着女排一块回到北京,因此笔指猜测王教授,可能一直在北轮陪着爱妻,北轮集训,中国女排要解决和迷捕世界女排联赛期间暴露出的短板,主教练郎平的任务很重,而身体又不太好,这时间长了快关节还是疼,贴心的王教授跟随女排远赴北轮陪伴身边, 郎平指导身上也压力也许会小一些,去年郎平手术和恢复期间,王玉成也是寸步不离,为女排操碎心的郎平,背后有个如此温暖的老公真是幸福。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按照中,国代表团的安排前往印尼亚交代参加亚运会,仅仅主力出战的女排只有一个目标,拿金牌,而有球迷开玩笑的表示, 但是,如果女排最柔成功夺冠,是不是也应该给王玉成教授放个奖牌啊?